点赞过一万,我下回跟他去健身房锻炼 这个可以有 天呐,我约你吃小龙虾,要不要穿的这么美 我应该穿个西装来的,我今天穿短袖短裤来 怎么来衬你 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228小龙虾自住 宵夜时段10点到24点 所以今天约了健身的小姐姐 因为健身要吃小龙虾蛋白质 去探探店 就在风潮剧场二楼的东指门蒜肉 小龙虾放蹄228一味 麻辣蒜香13香,三种口味任选 包还有一杯啤酒 原价是198,20只 然后,问下你们这个怎么点呢? 自住的话 自住的话就是咱这个您需要吃哪一个口味的 然后我们这次就直接帮您下单 然后后面就上了 然后吃的差不多 我们会让您们继续附续的加 然后我们附续的上 我四种口味都要行吗? 可以啊,主要的话就是三种口味做是放蹄的 然后冰醉的话就是不是做放蹄的 冰醉不是自住的吗? 对对,因为冰醉的话是 明白,那就要自住的那三个口味吧 好的 各先来二十只 之后再许家 或者说各来又十只 看到他们的火锅我也想吃蒜肉了 但是今天就奔着小龙虾来的 上回我跟这个小姐姐吃的王刚剥火锅 大家有印象吗? 然后之后就经常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说什么时候再让这个健身的小姐姐出镜 有的小伙伴说什么时候再去这个四合院 小姐姐那儿拍 下午去你这儿 喝下午茶 这杯是柠檬绿 你看,和一姐唯有抱负 我也想抱负 甜吗? 甜 是稍微有一点甜 甜 柠檬味重吗? 对,柠檬味很重 茶味重吗? 茶味很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喝这种茶 第一次喝 对对,我一直没有喝过 我这个手打红茶来了 开启可爱的一天 它很凝 很甜 就很像小时候吃的 酸酸的水果糖的味道 嗯 嗯 茶应该浓一点 但是好喝的 够冰够甜 够凝味 它们写的是 一支是八千到九千 我心说 为什么不干脆说一两 但它看起来确实是八到九千 差一点点不到一两 自助有这种的真的很不错 好,我们小龙虾都上齐了 三种口味每一样是二十只 麻辣的 这两个算香的 这个是十三香的 哇 吃不吃得完 靠你了 我本来觉得一分二十只 觉得很轻松 但是一端上来 满满一桌子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点菜的时候人家问 每种口味要二十只 还是要六十只 提供了两种选项 我看到旁边桌有四个人 摆的满满一桌 我说要旁边桌的那个摆盘 这种是一个格子里就有六十只虾 搞了一个大乌龙 还算香的 挺大只的 八千到九千 他们用的是虚仪的虾 虾壳很厚 黄很肥 有没有觉得耗到了羊毛 你没有什么快速包小龙虾 我稍微带你吃一家 有服务员帮包包虾的 我很贵 一分要三百九十八 虚仪的虾 虾壳的虾 虾壳很厚 但是很容易剥 很大一只虾肉饱满 爽弹 这个新鲜的虾 哇商家太联心了 这个价格肯定亏稳 大家要是不吃宵夜或者没时间来宵夜时段 他们中午晚上正餐时段吃蒜肉 也是按人头送虾 送多少只我已经忘了 刚才菜单上写着 是家十三香的 平时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蒜香 蒜香 哦这个十三香的药材味很重 香料味很重 哇此时好想要一碗 饭或者面来拌龙虾拌饭 龙虾拌面 十三香稍微有点咸 不过这个十三香的味道 真的是外面卖 好贵的十三香的那种味道 吃一下这个辣的 嗯 香辣味 就是很传统的鬼阶那股 麻辣橙下的味道 鬼阶辣 这个不是一下子很辣 是有底蕴的辣 一开始有各种香料啊 孜然的香味 对吃到后面辣才慢慢出来 这只很大只 这只应该有一两了 蒜香 辣的都很好吃 十三香的 稍微咸了一点点 这只拨出来也很大 应该也有一两 我最喜欢蒜香的 最喜欢蒜香的 蒜香的是吧 嗯 他们这时间写的是 十点到十二点 给了串上来了 它中间加了一个盘子 我要了四个肉筋 四个肉串 两个腰子 我之前来他们这吃火锅的时候 点过他们的烧烤 很好 十块钱一串 你看那么大一串 这么多肉 这才十块钱一串的呀 嗯 肉筋 好吃 好吃 大家要出烤 穿自助也很好 嗯 很少有哪家 这么好的品质 会出自助的 够肥 有成肥油 对 包着它 嗯 但我想到你这么能吃药的 嗯 所以健身人士都得吃这些的是吗 哈哈 这是肉筋还是肉串 肉串 肉串 嗯 怎么样 就差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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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嫌弃它 甜 但等冰化了一点 嗯 味道就中和了 我不会喝酒啊 随便喝一点 哈哈 因为要喝酒 露串才是夏天 所以真的不会喝酒 哈哈 完美 你能喝多少平时 吃酒啊 嗯 我应该能喝还挺多的 要喝挺多 哇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啊 大家猜小姐姐是哪个地方的人 我猜大家绝对猜不到 嗯 是吗 嗯 大家先发弹幕 猜猜小姐姐是哪里的人 下回 我 去小姐家 喝下午茶 给大家公布 真的太花心了 我就想吃熊香 又想撸串 又想涮串 又想涮人肉 它的冰化掉之后我更喜欢 它的甜度下降了 回菜你就经常来这里看话剧 像你们这种文艺女青年 都好多年前特别喜欢往这边跑 我先年轻 只要一有新剧就会来 我先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看话剧 孟金辉的话剧 基本上都会在这里演 哎呦我吃了这个蒜香 与众不同的蒜香 与众不同的蒜香 就一般的蒜香不就是煮熟的蒜吗 嗯 它这里除了煮熟蒜还有一点点 炸的金蒜 嗯 所以吃出两种蒜的香味 我还光顾着跟你聊天 突然想起来 人家是现实的 赶紧吃 所以大家不要带姑娘来 不要带要聊天的人来 我要聊天给正餐 吃正餐 他们也送小龙虾 我发现他们的虾有两种口感 一种呢 比如说这个是蒜蓉的 就很新鲜很弹 一种呢 这个十三香的 就是老柴 韧一点 不是不新鲜 然后这个呢 蒜蓉的就很新鲜很弹 看我这种都属于挑撕了 因为 自助 还要什么自行车 有一半就撒满了炸的金蒜 这活动持续多久 你问得很好 我忘记了 公众号 我看他对送是7月1号到8月31号 两个月 这两个月吧 活动 到8月31号 好 对啊 小姐姐战斗力是可以的 但您包的好慢啊 应该叫些波虾高手的朋友来吃 哇 太爽了 这个鬼街是不是感觉很多店都卖小龙虾 对 鬼街很多小龙虾 好 大概十块钱一只吧 到后面我们就不聊天了 加快了波虾的速度 时间好紧张 一会儿 眼大心小 唉 最后我还点了一杯枝陶四季 好 然后穿吃不完了 打包了两串 然后穿回去 写账是674 但是 如果我们不点那么东西的话 只点 小龙虾 自助 456 两个人 如果在鬼街吃嗨 起码得一千多两个人 哇 我们确实有点激动了 点了太多串 点了腰子 点了喝的 大家来挑战一下 看能吃多少只小龙虾 不过最后我们其实没有全部吃完 是剩了几只的 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可能因为 我们有点其他东西 所以服务员也没有什么惩罚机制 但是建议大家来还是 就是量力而为 吃多少要多少 慢慢的加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 无所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涨粉和流量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大家喜欢这个健身的小姐姐吗 我大胆一点 如果点赞过八千 下回再约她吃饭 那晚了过不了 那不约她吃饭 点赞过一万 我下回跟她去健房锻炼 这个可以有 嗯 我正在剪这条视频的时候 收到新闻说 郑州特大暴雨 已至五十一人遇难 非常心塞 我把这顿饭同等金额 捐给了郑州市红十字会 还通过腾讯工艺 捐了一笔同等金额 被分配到了防汛救灾池原州口 希望灾区的人民能够吃得饱 有干净的食物干净的水 风雨我们一起来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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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